每年香港大约有2700人确诊患上乳癌 超过500人死于这种病 香港乳癌基金会收集了5300多名患者的资料 发现香港低收入地区乳癌个案病情倾向较严重 预防X光造影检查是医学界供应最有效发现乳癌的方法 但很多收入较低的妇女都没有接受检查 发现患上乳癌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 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团体批评港府为社区提供的检查服务不足 乳癌基金会获资助 免费为5000名合资格妇女提供检查 基金会建议港府推行类似的研究计划 收集更多有关乳癌的数据 香港乳癌基金会呼吁女性要定期作自我检查 40岁之后每年做一次X光造影预防检查 不幸患上亦可以及早治疗 华智慧和交论报导 这一期会就会变了 再来到两个敝离三条 平均总装 是这个丝离三条 只会变成多了 就会变成多了